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自今年9月份以来 土豪两个字可谓红遍中国 成为中国人描绘爆发户们的新名词 土豪现象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 10月15号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在题为 《来见见中国的贝佛利山人》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的土豪以粗野和显赫 堪称中国版的贝佛利山人 他们无所不在 挥金如土 但他们也因品位差而遭鄙视 嘲笑和抨击 文章说 人人想做土豪的朋友 但没人喜欢他们 那么中国土豪是如何练成的 土豪被调侃的背后 折射出中国人怎样的心态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分析 一位是中国独立的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 陈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 陈先生您好 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来见见中国的贝佛利山人的作者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的编辑陆若恒女士 她通过skype从香港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若恒您好 您好 若恒我们知道您10月15号的时候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来见见中国的贝佛利山人 那么这篇文章虽然是英文发表 但是已经有很多的中文翻译版本 这个文章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 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 您是如何定位这个中国土豪的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现在土豪呢 是就是最近一个月一两个月才兴起的 对爆发户的一个新的网络上的一个调侃的这么一个词汇 我觉得呢它其实从本质上呢 它和爆发户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爆发户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土豪它这个词的这个出现和它的传播 是跟就是这个互联网上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现象有关系的 特别是就是最近一两年来我们称为这个屌丝的这么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在这么一个嘲讽的心态 第一个是就是屌丝就是说一个自嘲的心态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屌丝的一个对立面也就是一个土豪 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在嘲笑就是这么一个团体 我觉得在我看来是这么一个定位 那对于这个屌丝和土豪 您认为中国网民更不喜欢的是哪一种 是屌丝还是土豪 这个屌丝其实很多人都自认为屌丝啊 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网上很多 你可以说其实他们都是中产 或者是都是有比较舒适的生活 但他们都会自认为是屌丝 因为现在在中国这个社会 就是社会流动性比较差 或者是大家认为这个房价 或者是这个生活的比较 这个这个日常生活都比较艰苦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很多中产阶级或者是甚至一些就是机会很好的年轻人 也会认为他们自己是屌丝 这个大家这是一个自嘲的一个现象 而土豪呢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是作为这个屌丝的一个对立面出现的 好像土豪就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得到 然后呢他们可以胜负 他们可以就是把他们的财富拿出来 就是随意的挥霍 这个是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屌丝 他们觉得很第一个是看不起或者是羡慕的地方 这两者都有吧 陈吉仁先生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网上呢 这个网民对土豪是又爱又恨 那么您觉得这个中国人这样子调侃土豪是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简单的说呢 中国人现在这么样去调侃或者是讽刺土豪呢 主要是反映出两种心态 一种心态呢是这个仇富心理 那么大家都觉得现在是有钱的人没有几个没有问题 民营协主有原罪 那么贪官呢拿来的钱呢肯定就是贪污腐败所得 那么作为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 都可能会有一些黑金政治或者是黑金的魅目在内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这个土豪或者说富人呢 有一种仇富情绪这是第一个心态 第二个心态实际上我觉得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啊 在这个批驳讽刺嘲讽土豪的同时 其实他内心啊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真的去痛恨土豪 而是恨自己当不了土豪 恨自己没有做土豪的份 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路尔恒女士啊 说到这个土豪吧 过去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乡下那些嘴里带着一两颗大金牙的那就是土豪 现在土豪已经完全从金牙发展到金色的大楼 什么iPhone的金表或者金的金手机等等 所以被中国称为土豪金 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定义土豪 什么样的人算土豪 那些个是通过自己奋斗加进比较贫寒的人 经过自己奋斗富了起来的人算土豪呢 还是那些贪官污吏算土豪 还是那些富二代算土豪 这种土豪这种我们定义更严格一点好不好 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现在国内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富人 不管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他都有一种印象说这个可能都是来路不振的 或者他就觉得是有原罪的 不管你是白手起家 他们会说你看你这人白手起家 但是你是不是搞了什么关系 或者是你当时是怎么积累的第一桶金 是怎么来的对吧 如果你是有点背景 那更不用说了 那肯定就是说这个你是来路 就更加不振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土豪其实现在很难 付出一个很精准的定义 说OK那我就是一个好的富人 那我不是土豪 我特别有文化 我特别有品位 这个就是说从这么一个网络文化的角度来看 很多人可能就把这个有钱的人 或者是他就都就是很统一的 画到这个土豪这么一个阶级里面去 它只是一个符号 它只是折射出来 就是人们对这种有钱的阶级的这么一种看法 而不是真正的说 这里面能够细分说谁是土豪 谁不是土豪 我不知道就是说这样说法 是不是有道理 若恒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10月15号 福布斯公布了2013年的中国富豪榜 那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富豪呢 在2013年呢 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68名 这是亿万的富豪 那么比前一年呢 是增加了大概53名 另外呢 其中是前100名的富豪 土豪的这个 不 前100位的富豪的净资产呢 总和是达到 19,276亿元人民币 那么在您的观察中 您觉得这个中国的 中国这个富人 为什么会越来越富 中国的这个土豪的数量 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快呢 我觉得这个就先现在 中国的这个财富的积累 和这个阶级的固化 和中国这个 这个富人们 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财富 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 中国的可能很多人 就希望把这个财富 有了钱之后 就想有更多的钱 然后把这个钱 给他们的子女 和给他们的下一代 第三代甚至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 中国的这个阶级流动性呢 就越来越差了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 有钱的人呢 他们就希望能 把这个钱都留在手里 而不是像 比如说在一些 其他的国家 会把它捐出去 或者是做一些 慈善的事业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中国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财富的积累呢 有些时候是靠一些 人际的关系 然后所以你这 如果已经形成了一些 圈子 或者是一些关系网 那很难就是 后来的在白手 不家的人 就比较难打破 所以这个第一代的 这些富豪们呢 他们的财富就 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关系 关于这个慈善事业的问题呢 等一会儿 我们第二个话题 还要进行讨论 现在我想请问一下 中国独立时事观察员 陈杰仁先生 陈先生 中国社会的传统的这种价值观呢 或者说传统的道德 都是比较中庸 比较捷紧 同时也要有善心 时乐好善等等 但是现在这种土豪现象 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 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价值 因为他们自己有了钱 不仅挥金如土 还要去炫富 那么这种土豪现象 是不是当今社会 中国社会的这么一个 一种写真呢 我觉得应该说 从某一个角度 或者说某些方面来说 确实是一个写真 其实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也跟陆女士一样 回答一下刚才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叫土豪 简单地说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土豪 它实际上两个关键词构成 一个是土 一个是豪 这个土呢 传统意义上的土豪 指的是生长在乡土里边的 那些有钱的人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词呢 发生了变化 应该说是和这个羊 相结合的相对的一个土字 意思说这些人呢 没有说过很多的教养 或者是没有多高的文化 但他们由于有钱呢 他们还要去很爱炫富 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豪 本来说的是一种豪情 一种豪气 而现在这些土豪呢 是因为自己有钱了 那就是财大气粗 因此从土和豪两个方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土豪的真面孔 那么回到说这个刚才的问题 中国现在土豪是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的写真 我觉得确实是 那么它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代表了那些富起来的阶层 尤其是那些这个通过不正当的方式 这个不正当的方式可能包括腐败 也包括这个偷税漏税 也包括这个获取不正当的获取资源 或者是侵犯劳工的权利等等方式 不道德的不法的方式 和那个发财发家起来的这些富人 那么他们呢就是说 对于财富的不争气 因为他们来得容易 所以灰金如土 所以有了钱就可以 这个以为就可以天下为我独尊 那么这些人呢 实际上是代表了一部分富人的心态 这种心态实际上对于整个中国社会 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理刺激 那么它不仅仅是刺激更多的一些富人呢 在攀富在比富在比谁的豪情更高 同时也会刺激更多的穷人和普通的中产阶级 让他们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公平 陈先生您刚刚也解释说 这个豪是代表了豪气豪情 那我们看到呢很多国人 一走出国门以后呢 是非常非常的豪气的在花钱 可以说是灰金如土 但是呢也有人评论说 中国人虽然在外面呢灰金如土 能够杀进各种的这种昂贵的店去买东西 但却迎不来别人的尊重 因为很多中国人到了国外去 还是不改恶习 比如说随地土坛呢这种恶习 所以迎不来别人的尊重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倒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这个在国外的中国人啊 在那里包括购买奢侈品的那些人啊 可能更多的并不是那些土豪 而是一般的中产阶级 或者是有一些余钱盛美的人 这些人呢 由于国内的一些这个税收过高 关税过高 所以他们宁愿呢出去选择去大肆的购物 摊点这个小便宜 比如说很多人到香港的金店里面去买 买黄金饰品 就因为香港的金店比大陆的要便宜 大概每克三十元人民币左右 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奢侈品 也是在内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岛并不是一个土豪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 其实可能舆论是不是放大了中国人 在国外的这种不文明的现象 我个人的印象 其实中国人呢 也许他在国内 可能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甚至有一些习惯 比如说闯红灯 随地土豚大声喧哗 但是总体来说到国外去 出了劲之后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克制了 很多中国人 平常在国内闯红灯 到了国外也不闯红灯了 到了国外这个也不太喧哗了 但是由于这些习惯确实在 有的时候呢 他还是有这些毛病 尤其是在地铁上 爱抢座位啊 这些毛病还是有 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 中国的土豪现象 而是中国的一些 这个一般的民众 由于这个长期形成的一些 不良的这个社会 公共文明习惯 所以呢 在外边显示出来了 现在我想请问一下 陆若恒女士 陆女士 您10月15号 在这个外交杂志 外交政策杂志上 上的写那篇文章 确实是反响很大 您的文笔非常好 而且写得非常的诙谐 非常的有趣 刚才陈吉仁先生 他也认为 这个土豪现象 实际上是当今 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真 那么您的文章发表以后 有得到了哪些 西方人士的反响 那么外国 外籍人士 怎么看待中国 现在这种土豪现象呢 我觉得我当时写这篇文章 因为是英文的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 有一些现象 就比如说 它是和这个网络上 一个和表思 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 现象的形成的话 我没有 并没有提到 而我更多的只是 就是就是描述了 这个现在中国 这个土豪的 这么一个阶级的形成 和大家对他们的观感 我觉得现在外国人呢 就是对中国的崛起 和中国这个富豪 阶纯的形成 都很有兴趣 特别是一些外国的公司 因为他们对中国的 这个消费文化 和这个消费者的心理 和这个中国的 这个就是有什么人 有什么样的能力 来消费 都很有兴趣 所以呢 他们我在这方面呢 他们都对这种文章呢 他们都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 就说我们想知道 一下中国的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消费阶级 是怎么样形成的 所以比如说 我的文章中提到 我这个土豪金的现象 就是苹果 把他们的最新的 这个iPhone 这个5S 就是有一个金色的出现 就我 我提到 就是说 其实他们在这个 打造这个金色之前 就市场上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谣言说 我们苹果要出金色的 很多人就不相信 很多外国人就说 苹果怎么可能出金色的 这么一个俗气的颜色 苹果这个平常 这个颜色都是 非常的素雅的 都是非常的 有这种设计感的 他们都不相信 就是苹果会出这金色的颜色 但是呢 苹果就果然出了 一个金色的颜色 然后果然 果不其然就立刻在这个 中国 甚至于亚洲市场 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热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 可能现在外国公司 都非常的关注 这个中国这个 对这个土豪阶级 或者是这个有钱的阶级 他们的消费习惯是怎么样的 好 陈先生 现在网上呢 很多人都提出 要打土豪分田地 我们知道 这是当时的 一个一句口号 那您怎么看 这个口号的 现在 其实说这个打土豪 这个词呢 应该说最早出现在 毛泽东呢 有一篇文章叫做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它里面有一句话说 军阀光辽土豪猎身 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 所以呢 这个过去的红色政权 就提出来说 打土豪分田地 那么这个口号呢 对于当时的穷人来说 确实有很大的诱惑力 他和历代的这种 农民起义啊 想要去夺取政权 重新当皇帝的这个 这个口号是意脉相承的 就是说 那么军田地之后呢 大家就有一份了 但是现在来说呢 这个网纳上 又说要打土豪 我想这个可能更多的是 一种这个情绪的发泄 因为很显然在目前这种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态势下 去打土豪的可能性 几乎是没有的 相反来说 应该是这个有权者 是在保土豪 而不是打土豪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今天 有一个最新的中国的新闻 说东北那边 有一个村支书 它建了一个 个人的一个院子 那么它的院子 占地是1700亩 1700亩 可能有很多大学 一个整个校园 都没有这么宽的一个规模 所以呢 有人就把这个庄园 称为土豪庄园 我想这样的庄园 真是土豪的代表 但是谁会去打它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 这个最基层的村支部书记 是党的最基层的书记 那么它就是权力体系的一个 这个有机分子 甚至是权力体系 最基础的支柱之一 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写照 所以我奉劝网上的网友们 说说可以 说真的要打土豪 分田地 说多了 恐怕还会被寻信滋事罪的 好 若恒 最后我们大概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能不能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中国的土豪 应该如何改善 他们在国人心中的 这种地位和形象呢 当然这个做慈善 是一个很大的方面 如果能够有很多的这个富人 站出来 能够捐献自己很多的财富 就像这个美国的这个 Bill Gates和这个 Warren Buffett一样 比如说能够捐献一个 很可观的一笔财富 比如说他们的身家的 百分之五十之类的吧 我觉得可能 不太现实 我就说说而已 这样可能能改善一下 大家对他们的观感 好 时间关系呢 我们关于这个土豪现象的 这个讨论呢 就只能到此结束了 感谢中国的独立时事观察员 陈杰仁先生和美国外交政策 杂志网站编辑陆若恒女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 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 中国的年度慈善捐赠总额 连续第二年下降 谁之过 欢迎您 顺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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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